大家好呀 我是云飞 之前我整了一套 漫步者S3000MK2 打算弄到红米电视上 结果意外多得很啊 最后没有用上 如今放在阁楼的工作间里面 大拆学用 平时也就听听歌 看看视频 直到我某一天 在工作间加班剪视频 哎 每人间发现 用音箱听自己的声音 原来有那么多的细节 我的音频原来那么的粗糙 想起影视剧风 乐片式的真理音箱 我一搜 我操 窒息了啊 监听音箱这也太贵了吧 当然了 买不起 循序秘密之下 我找到了最便宜的 MR4监听音箱 外观方案之正 关键是便宜 在B站看了也挺多视频 感觉还不错 就下单了 用了一段时间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题 点亮投币 我们开始 音箱不中 有黑白两种颜色 小伙伴在听了 我的音箱效果之后 也整了一套 刚好凑齐了黑白色 我是想要白色的 不过感觉放在 我的这个背景里面 太显眼了 买的时候 由于间选择了黑色 正面接眼当当 这个带旋钮 有输入输出接口的 箱体式主音箱 要放在右侧 音箱是有线连接 主次音箱 使用音箱连接线 进行连接 我还特地换了线 背部有高低音的 调节旋钮 莲花输入接口 TRS平衡输入口 这就是它的一个整体 放在我的工作台上 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的屏幕比较高 所以音箱是放在 两侧的架子上面 一边一个 和我坐的位置 刚好形成一个 正三角形 这也是最佳的百分位置 音箱的后方 不要靠墙太近 否则会影响 导向孔的空气流动 我这个位置是 比较挤 空间有限 就只能这样了 有条件的话 还是需要留 20厘米以上的一个距离 接下来 就讲一点点玄学内容 因为我的电脑 百分位置比较奇怪 音箱自带的 莲花线不够长 所以我放了 B站里面比较推荐的 秋月圆的 3.5装莲花的线 音箱的连接线 也放成了 装饰讯的纯红400新 带屏蔽的 据说换了线之后 音质会有玄学的加成 待会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都是从前辈们 那儿学来的一个经验 MR4的渴望性 还是很高的 而且这个东西也便宜 声音起来也挺方便的 在讲优点之前 我先来讲一个 大家都比较容易感知到的缺点 就是 买到音箱使用的时候 会发现 当声音调到最大的时候 会有底噪 使用官方原厂的连接线 加零花头的时候 需要减3到4档 才听不到 我在使用时 唯一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 换线也只有一点点改善 这个其实是 有源音箱的一个通病 是内部构造的一个原因 不管多贵的有源音箱 都避免不了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 可以把两个音箱的距离 间隔1米以上 距离人耳也1米以上 这样其实就微不可查了 当然音箱的声音的旋钮 可以再往下调个2到3档 基本上就听不到了 喜欢有源音箱的话 就意味着要接受它的缺憾 而剩下的就全是有点了 虽然它有监听加音乐两个模式 但其实我用到现在 一直在使用监听模式 因为我只想让声音 真实的传输到我的耳朵里面 而它也忠实的做到了这一点 给大家听一下 我之前的工作模式和现在的对比 因为我不常用耳机剪片子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使用Mac自带的音响 或者说使用显示器的音响 这就造成了 我有很多小细节都注意不到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差别 讲真的 差距还挺大的 音响这一块对于我这么一个自媒体AMP主来说意义非凡 不然我也不会去露手 左右立体声听到的细节多了起来 剪接的时候很多小瑕疵 就会被更容易的捕捉到 然后被我调整优化 虽然这玩意儿不贵 但确实很推荐 需要后期剪片的朋友们录一个 这应该是你可以买到的最便宜的监听音响了 聊完监听功能 我们来听听它的另一个模式 音乐模式 我个人感觉的话 它这个低音会重一些 我一般会调到低音-3 高音加4 同样也给大家听一下实际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的一个音色 不仅可以监听还可以听歌 相较于高级音响来说操作简单 背部的接口不多 但都可以用上 前面板的设计和功能也足够简单明了 在监听音响里面应该算是比较简洁的 有渴望性 可以满足一定的DIY的需求 好用 好玩 便宜 也难怪MS4从上次以来就挺多人推荐的 如果你恰好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刚好价格也合适 强烈建议你来试试 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是云飞 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有所收获 请务必点赞 投币支持 这会帮助我敞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要知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